市委财经委员会召开会议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 部署做好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编制工作 市委组织部召开第十五批挂职干部工作总结会 即2020年挂职跟班学习干部选调生培训动员会 央视广东卫视多次报道汕头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有关情况 豪江区把握越岗大湾区建设和深善深度协助契机 对接吸引珠三角企业来善投资发展 工程建设者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转化为工作动地 加快推进汕头海湾隧道建设 各位观众晚上好 欢迎收看汕头新闻 今天是2020年10月24号星期六 农历9月初八 下面请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近日市委财经委员会召开会议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出席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 和视察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和省委常委会会议 省委财经委员会会议 以及省委书记李希同志 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 听取汕头市十四五规划 和2035年远景目标编制工作进展情况汇报 研究部署相关工作 会议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十四五发展和规划编制工作的重要讲话 和重要指示精神 仅扣总书记出席深圳经济特区 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和视察广东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高质量做好十四五规划 和2035年远景目标编制工作 要胸怀两个大局 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主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 全力支持和主动对接深圳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 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坚持问题导向 深入调查研究 认真思考谋划 提高站位 找准定位 发挥优势 补齐短板 拿出能够真正解决问题的思路和举措来 把十四五规划 和2035年远景目标编制 成为指导全市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 和重要指示精神的施工图 任务书 会议强调 要贯彻落实中央财经委员会 第八次会议精神 加快构建与实现高质量发展 相适应的现代流通体系 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提供有力支撑 市委财经委员会成员及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今天上午 市委组织部在市委党校召开 第15批挂职干部工作总结会 即2020年挂职跟班学习干部 选调生培训动员会 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党校校长雄松出席会议并讲话 根据市委部署安排 2018年7月 市委组织部从市职单位 选派38名干部 到镇街道及区职对口部门 国有企业进行为期两年的挂职锻炼 达到了预期目的 成效比较明显 现已期满将收队回原单位工作 仅扣市委市政府做大做强 镇域经济的部署 今年我是进一步加大选派力度 从66个市职单位 选派67名优秀科技干部 到镇街道挂职锻炼 从各区县选派30名优秀科技干部 到市职单位跟班学习 组织95名选调生 到基层村社区锻炼 会议指出 开展干部实践锻炼 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重要只是精神的具体举措 是服务汕头经济特区 二次创业的现实需要 会议要求 参加挂职锻炼 和跟班学习的干部 要提高政治站位 深刻认识开展干部实践锻炼的 重要意义 要迅速转变角色 始终保持为民情怀 积极心态和奋斗精神 加强理论学习 政策学习 向实践学习 严明工作纪律 处理好各方关系 练就推动汕头新时代改革开放 再出发的过硬本领 各级党委党组和组织部门 要做好挂职跟班干部 以及到基层锻炼的选调生 各项服务保障工作 要关心关爱 让干部安心安业 大胆培养 让干部敢干敢拼 严格考核 让干部有为有为 为干部更好的学习锻炼 干事创业 创造良好环境 两日来央视新闻和广东卫视 广东新闻联播相继聚焦 我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出席深圳经济特区 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 和视察广东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情况 习近平总书记在汕头考察 强调要加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 在加强保护的前提下 开展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有机融入现代生活气息 让古老城市焕发新的活力 11月20日 国家安全部广东省委汕头市委 和广东省国家安全厅党委 贯彻落实习近平重要讲话精神 在我是举行中央红色交通线 汕头中站就职陈列馆 全国国家安全教育基地 命名街牌活动 近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新闻直播间栏目 对此进行了报道 报道指出 全国国家安全教育基地 命名街牌 有助普及隐蔽战线历史 增强国家安全意识 10月21日 广东卫视广东新闻联播播出 弘扬特区精神 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报道 报道指出 总书记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 在广东各行各业中 引发热烈的反响 大家纷纷表示 要充分发扬 敢闯敢识的特区精神 坚定信心和决心 坚决完成习近平总书记 党中央的重托 以实干努力创造 让世界寡目相看的 新的更大奇迹 11月20日 广东卫视 广东新闻联播播出 以开创创新 促高质量发展 在更高起点上 推进改革开放的报道 报道指出 总书记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在南越大地 引起强烈反响 大家表示 要认真学习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继续发扬 敢闯敢识 敢为人先 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 在新时代改革开放大潮中 永担使命 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做出更大贡献 接下来也一定会 做好我们本职工作 吸引更多的 归国的人才 来加入到我们协会 来加入我们上头的 整个发展建设中来 昨天下午 豪江区在深圳市举办 豪情深情 一见钟情招商推介会 吸引了珠三角 近百家不同领域的 客商代表参会 这也是豪江区 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的一个举措 活动中 豪江区委领导 担任推介大使 诚挚邀请广大企业家朋友 到汕头豪江 投资置业 共同续写更多春天的故事 大会重点介绍了 豪江的区位交通 市场环境 人居环境 以及招商影子的 相关优惠政策 豪江区在前期调研 广泛听取企业家意见的基础上 推出汕头豪江区 加快产业发展 若干优惠政策 分为五大类型共十条 以开放 普惠 易兑现 可叠加的比较优势 讲优 讲快 讲人才 讲集聚 激励企业做大做强 培育壮大产业规模 习近平总书记在汕头考察时强调 要充分利用建设粤港澳大湾区 共建一带一路等重大机遇 在新时代经济特区建设中 迎头赶上 豪江区共和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把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共建一带一路和深善深度协作的契机 全力推动产业经济加快发展 接下来将谋划出台 汕头市豪江区强化服务企业工作意见 推出八项企业服务机制 为企业提供全天候 全方位24小时的保姆式服务 让企业饮得劲 留得住 养得大 汕头是个很好的投资环境 我很有信心把产业带入汕头 对未来的豪江的营商环境更加有信心 期待跟豪江一起发展 共创未来 主要是落实续委的要求 还要对接好 深善深度协作 这次来我们也走访了两个对应的区 在他们的身上确实也学到了很多先进的历练 我们开展招商推荐会 主要是把深圳的创新 人才 机缘 产业 能够用我们豪江的独特的优势 豪江打造成为一个临港经济 风电产业 全域旅游产业 为我们在新时代建设经济特区 做出我们豪江的贡献 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是扩大有效投资 推动汕头加快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之一 近期 汕头海湾隧道工程建设者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加快推动项目建设 今天 北岸隧道龙湖钩段 开始转入主体结构施工 这里是汕头海湾隧道 北岸项目的施工现场 那么在我身后 是建设中的北岸龙湖钩段隧道 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现场的施工人员 正在进行龙湖钩段 手段底板的交助作业 那么这标志着 北岸隧道中长度最长 施工难度最大的龙湖钩段隧道 正式进入主体结构的施工阶段 龙湖钩段手段底板 位于21米深的基坑底部 宽35米 需耗费600立方米混凝土胶筑而成 由于该底板混凝土胶筑量大 且上方支撑体系密集 给胶筑施工作业带来一定困难 第一块底板就是从开始开挖 然后到电层 以及到防水板 以及到保护层的施工 以及到现在钢筋的绑杂 模板的安装 到胶筑混凝土 总共用了4天的时间 在这4天时间内 我们进行的这个人员 进行的24小时作业不停的龙湖 北岸龙湖钩段隧道总长 651米 目前龙湖钩段土方开挖 已经完成工程量的45% 支撑体系已完成近一半 项目施工的进度 正按照施工组织计划 稳步推进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和在广东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 充分肯定了海外华侨在不同时期对祖国和家乡的贡献 让海外华侨华人倍感鼓舞 大家纷纷表示 愿以一颗炽热的中国心参与家乡和祖国的建设 中国国家社稳疑 中国国家华侦人会社稳病 在台湾的许多个人 中国的许多人 在台湾中所在台湾的许多人 我们在台湾中所在的国家 在台湾中所在的许多人 在台湾中所在的中国话 在台湾中所在的中国话 但是中国的主席 主席强调 海外华人爱国爱想 这几句话让我们海外的乡亲们都暖了心 我也希望山头市政府能够有一些优待的政策 来优待我们海外的华人 近期总书记到咱们潮汕地区去考察 其中提到了乔丕 记载了我们老一辈海外华侨华人 艰难的穿越史和浓厚的家国情话 也是中华民族讲信誉首承诺的重要体现 这让大家备感兴趣 我们在国外的海外华侨华人心情非常的振奋 习总书记牵挂海外华侨华人的情怀 也激励了我们支持和参与祖国建设 弘扬中华文化的信心 我们在海外华侨华人也希望 密切中外交流合作发展 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祖师也赞扬了海外华侨华人 在不同时期 对家乡 对祖国的共享 他的讲话 让我们这些海外赤子 深受感动 更加的激发了乔丕 上海外华侨华人 当发挥好我们在侨居国的独特优势 传递中国好声音 树立朝上好形象 续写更多春天的故事 为祖国和家乡 松化改革和经济文化建设 天庄加瓦拉 本台消息 明天出版的汕头日报将刊登 牢记嘱托再出发系列评论第五篇 题目是传承文脉 谱新篇 评论指出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 也是城市的根脉 读书一致的开埔文化 华侨文化 潮汕文化 是汕头这座海滨城市的灵魂所在 此次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汕头 查看开埔文化陈列馆 桥皮文物馆 小公园开埔区 再次彰显总书记对城市发展中文化保护工作的高度重视 这也启示我们守护好城市之魂 关键是处理好城市建设发展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关系 上我们的城市建筑更好地体现地域特征 民族特色和时代风貌 我们要深刻认识准确把握 总书记对历史文化街区保育活化的具体要求 谨记文明传承和根脉延续 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意义 妥善处理好历史和现实 保护和利用的关系 保护文化底蕴 建设现代城市 上古老与现代在城市中娇嚣辉应相得益彰 城市发展的加速度 催促着我们要从细微处入手 下足绣花功夫 把老城区改造提升 从保护历史遗迹 保存商部文脉统一起来 持续做好历史文化街区的保育活化 使城市的文脉和精神 成为城市品质提升的动力源泉 让老城市焕发新的活力 近日市普法办市司法局 联合市中级人民法院组织开展 2020年汕头市领导干部 旁听庭审活动 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失事 市普法工作联席会议 各成员单位有关领导 在市中院第五法庭 旁听一起工商认定 行政复役纠纷案件的公开审理 旁听人员通过观摩 了解案件审理 庭审程序 辩论技巧等方面的内容 切身体会审判程序的公正严谨 和法律的危言 全市各地各单位 还将通过观看庭审视频的方式 参与学习 去年底 我市出台相关意见规定 将把每年组织领导干部 现场旁听庭审活动 制度化 规范化 以按促学 不断增强领导干部 学法用法自觉性 和依法行政的能力 助推法治政府建设 昨天下午 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新闻发布会 自2018年专项斗争开展至今年10月15日 全市两级法院 共受理涉黑恶案件143件 审结136件 以审结案件 以生效涉案资产 共计约1.19亿元 针对审判中发现的监管漏洞 和突出问题 法院向市场监管 交通运输 金融放贷 基层组织管理等行业和领域 发出司法建议书163件 反馈率达100% 全省排名并列第一 新闻发布会还通报 连贤明等37人涉黑案 山头法院接下来将扎实推进 案件清洁 全力兑现黑财清敌 合力实现线索清仓 积极促进行业清源 确保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圆满收官 在中国传统佳节 重阳节来临之际 为缅怀因革命事业和群众利益 而牺牲的烈士 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在社会营造尊老 敬老 爱老 祝老的良好氛围 昨天下午 师傅联组织慰问组前往 朝阳区古饶镇和桂宇镇 分别看望慰问烈士母亲 吴珍香和李巧凤 为他们送去党和政府的关心关怀 并为他送上慰问金 连续12年来 师傅联一直开展慰问烈士母亲活动 共计慰问烈士母亲798人次 昨晚七时许 南澳县深澳镇发生煽火 接报后 市委市政府县委县政府领导 高度重视靠前指挥 立即成立铺火临时指挥部 并成立现场处置物资保障 通讯交通管制 人员疏散等各个工作专班 投入工作 针对海拔高 风力大 风向多变 飞火较多 极易引发各个区域燃烧的情况 临时指挥部 在省应急管理厅的指导下 加强研判 制定科学施救方案 利用白天救火的有利时机 组织采取多种方式全力铺救 至今天下午发稿时 火情基本可控 无人员伤亡 起火原因和过火面积 正在调查中 针对市区一些区域摩托车 非机动车等交通违法现象 回潮的情况 近日市交警部门 继续对市区交通秩序 开展集中整治 长平东下路口 大部分电动自行车 自行车 在通过路口时 没有走斑马线 随意横穿马路 影响交通 显向还生 电动车按我们交通环的规定 就是过马路的时候 你必须走斑马线 第二个就是 你要下车 熄火 飞行 在这个路口 也有部分电动自行车 自行车逆向行驶 你知道你什么问题吗 啊 逆行 你穿了什么鞋 脱鞋 脱鞋可以上路吗 不可以 就有点急嘛 所以就没穿了 在潮山路 汽车总站前路段 有自行车闯红灯 一名摩托车驾驶员 载着两名儿童 没戴头盔并闯红灯 号牌为越地KD823 越地8D706两部小汽车 在马路上随意乱停 不能乱停你知道吗 知道知道 以后就改了 这辆电动摩托车 驾驶员载着两名小孩 而且还没佩戴安全头盔 摩托车 电动摩托车 只能载两个人 不能载三个 而且都要戴安全头盔 知不知道 知道知道 像自己不要 在设置有隔离栏的 潮山大雪路口 许多摩托车 电动自行车 自行车 都没有按标志标线 入隔离栏内行驶 逆向行驶行为 也时有发生 交警部门表示 将坚持问题导向 精准常态 长效执法 加大力度开展整治管理 交警部门提醒广大 飞机动车 驾驶员 通过人行横道时 必须下次推行通过 电动自行车的 必须熄火 下次推行通过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你可以关注 汕头新闻的微信微博 感谢你的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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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